夏天渐渐不那么热了,初秋好像就要到来了,今年休间你准备好,穿什么衣服了吗? 现在的流行趋势不在偏爱大红大紫的炸颜色,很多时尚达人和明星们都喜欢穿得极简,又有气质,而今年有一种颜色频频活跃在时尚周上,它一定会成为很火的时尚趋势,那就是淡墨色,淡墨色就是坨色,墨色,米色,卡其色等大地色系,是很百搭的中性色,适合任何肤色,跟其他颜色进行搭配也很好的。 谁穿都会显得很有气质很高级,小鸽子要显得更加有气质一定要入手淡墨色,淡墨色加白色淡墨色本就是不做做的颜色,疏离的低调感。 肤色不是很亮的小鸽子吗?可以选择白色来搭配,可以提亮总体的配色,还有干净耐看的感觉。 白色气质穿衫它配淡墨色下装,很有高级感的职场穿戴,现气质悠闲品味,淡墨色它配纯白品绪,休闲又有精致感。 淡墨色高腰喇叭裤搭配白色针织上衣,复古又温柔的的感觉。 淡墨色加黑色淡墨色,虽然是低调的中性色,想要穿的有点酷感个性,的小鸽子,们可以搭配黑色单品。 搭配黑色高腰阔腿裤,显高显瘦,又精致又气场。 淡墨色高腰散裤搭配黑色个性,印花T恤,气质的穿搭里又有酷酷的感觉,让人眼睛一亮。 淡墨色铜色系穿搭血高又气质,用一条黑色的皮带和小腰包搭配。 上低调的穿单有了跳出的细节感,更加时尚。 淡墨色加蓝色淡墨色搭配蓝色也有另一番时尚感。 淡墨色下装搭配蓝色条纹衬衫,复古又有质性美,特别显气质。 淡墨色半裙搭配浅蓝色衬衫,外搭蓝色毛衣外套,不同的蓝有层次感,既温柔清新又气质耐看。 淡墨色上装搭配蓝色牛仔裤也很高级俐落,复古又时髦,淡墨色加红色。 如果想把淡墨色穿得再亮一点,可以用红色来搭配。 淡墨色下装搭配红色条纹衬衫,精致了半个眉感里,又有热情活力,更加时尚有趣。 淡墨色风衣外套搭配就红色半身裙,复古又鞋量整体搭配。 淡墨色阔腿裤搭配红色条纹衫,旗帜又俏皮,再搭配一双小红鞋,精致又有时髦小心机。 这里有普通小鸽子能学会的时尚穿呆。 关注我哦,给我留言,我会认真回答呆。 黄豆鄙不带配红色 нач 사装鞋工作室。 三位強烈钢 dust撡满洁烹是神的存在的人石头上头。 最 Fal门的缸啊。 top,几会,那带有两天的ags补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